大家好 我們今天會講解一個關於Immiquarty 不等式的題目 而這一條是會有一點複雜的 在學校考試也會考到的深的題目 我們馬上看看題目是什麼 題目給了一個二次的不等式我們永遠小過0 它叫我們找Kate的數字 我們看到題目了 題目給了一條曲線 二次曲線是小過0 其實隱藏了兩個意思 第一樣東西 這個小過0 代表open standard 即是開口向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永遠是小過0 我們唯獨是只會是這樣的 一些同學就說 喂不是 我可不可以這樣 有小過0 但不好意思 是有部份的東西是大過0 這些地方是大過0 所以這個並不是我們的可能性 經過演練 我們就會知道 其實這條小過0 代表open standard的圖像 第二樣東西 我們都知道 它跟X軸是沒有交點的 即是它隱藏了一個資訊 就是告訴大家 DELTA是需要小過0的 因為這條曲線是跟X軸是沒有交點 因為它永遠小過0 所以我們的第一句說話 我們就會寫什麼呢 就是DELTA小過0 and 3K加5 小過0 好了 那我嘗試處理DELTA那邊 DELTA我們是運用公式 是B2次減4 A C 小過0 經過測過口 約減過4 8 乘開2個括號 3 3 3 4 1 3 4 然後我們就能夠用方環01,或是用cost method 我們就分解到它們,變成k加2,當成3k加2 好了,我們做這個不等式,二次方的不等式 我們講過一定要畫圖 一個是-2,一個是-2 over 3 現在是大過0的地方,即是這角或是這角的地方 所以k就會小過-2,或者k就會大過-2 over 3 好了,我們就會有幾句說話,包括第一句說話和第二句說話 我把第二句說話都化解一下才會變成-5 over 3 這就是我們的第二句說話 我們如何處理這兩句說話呢? 我們只需要畫圖 有幾句說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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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是N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看重疊的地方 前面對我重疊就是X小時候 就是K小時候的父子 這樣就完成了 今天這條是透過一條比較複雜的提形 去和大家介紹幾個技巧 一開始怎樣寫到Delta小時候的0 和X二次前面的數字 所謂的A位是小過0的 然後再演練了我們做不等式的時候 要處理的手法包括要畫一個曲線的圖像 和畫一個9的圖像去取回我們的結論 我們下次會講講其他題目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